那么我们要想做福 要记住 放下不是身体的放下 身是假的 是心上放下 具体的告诉我们 真心就是自信 自信里面没有起心动念 自信里头没有分别 没有知足 自信里头没有妄想 没有杂念 自信里头没有动摇 自信是近的 它不是动的 一动就坏了 就错了 迷了 一念不绝就动了 所以 假的全是动的现象 现在 科学家发现 整个宇宙是波动形成的 那我们要知道 自信不同 回南大师说的很好 何其自信 本无动有 这就是 佛法里头 无论大臣小臣 宋门教下 闲教 闲教 都重视禅定 道理就在四地 禅定 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让我们恢复 让我们恢复不动 不动是真心 说明我们这个动是错误的 要定 大乘法里面 境界更高 高在什么 高在动中又不动 这个高了 动是假的 不动是真的 真假是一不是二 所以 所以 佛家用 法轮 做标志 轮是个语言相 就是动中又不动 轮是在动 那个心不动 语言心是不动 语言动 心不动 语言这个相 有 那个心没有 那个心是数学里头的点 激活里头的点 那个点是个抽象概念 不可得 你要是那个点 有一点 在放大境内的面积 好大一块 这就是说心不可得 你要找心找不到的 他在不在 你在 无时不在 无处不在 那个静 那个静 那个定 是动的 原始点 没有那一点 就没有宇宙 那一点 没有形象 三种形象都不是 你就找不到了 他不是物质 不是精神 也不是自然形象 他真有 真存在 所以 佛教导我们 佛门 也把它落实了 养生之道 生动 心不动 拜佛的时候 是最容易 表现出来的 拜佛 无体一头地 身在运动 依照 拜的方法 每一个关节 都运动到 好啊 真是好运动啊 但心不动 这真叫 身心健康啊 心不动 生智慧 心动呢 就生烦恼 烦恼跟智慧 是同一个体 一个是不动 显出来的 一个是动 显出来 所以烦恼 及普体 这些 都是大成教里头 基本的概念 我们不但要有 而且要很熟 为什么呢 熟能生巧 这个巧证 熟你才能在 日常生活当中 用到它 你会用呢 身心健康 中文里面 虽然坐铲 它还有炮箱 炮箱是快步 也是运动 也是运动 教下 尽踪 进行 波诸三昧 进行 进行就是 一面走着 一面念佛 像散步一样 它也是运动 所以佛门里面 很多修行方法 你留意去看 它动中有定 定中有动 心要定 心不定 心就坏了 身要动 身不动 身也坏了 懂得这些道理 一切实 一切处 所以都在修持 让我们的心 保持清净 清净平等 非常之役 优优独播剧场——